大家好,我是Stan 我们看一下11年前那部经典的MB吧 马路上行驶着一辆车 车里坐着塔松和曾银鼓 与兴奋不已的塔松不同 曾银鼓却显得有些不耐烦 这时他的脑海中浮现出穿着婚纱的塔松 以及两个人在家中打闹喜笑的场景 因为过分打闹 曾银鼓对塔松发了脾气 安杰远出来阻止了他们 原来塔松和安杰远才是一对 三人住在同一屋眼下 这些回忆让曾银鼓感到无比伤心 一想到穿上婚纱的塔松 他露出了难以忍受的表情 回忆中他看到甜蜜相拥的安杰远和塔松 让他不知所措 塔松告诉曾银鼓自己即将结婚 并展示了手上的戒指 曾银鼓故作镇定 但内心早已崩溃 看到两人的婚礼 曾银鼓心痛不已 无法接受现实的他 意识到一切都是幻觉 那他已经不在了 婚礼上的两人显得那样的配伴 安杰远也开心地请曾银鼓为自己的婚宴送上了祝福 婚礼结束后 安杰远拉着曾银鼓一起拍照留念 曾银鼓虽然不情愿 但还是拍了照片 看到幸福的两人 曾银鼓再也按捺不住爱心 在车内崩溃大哭 他撕掉了照片 撕掉照片后 曾银鼓却把安杰远和自己拼在了一起 原来从始至终 曾银鼓的爱人都是安杰远 哇 这一反转直接让MV火出了圈 现在MV的观看次数也达到了8000万多 海外YouTuber们也纷纷拍了reaction影片 并对最后的反转大吃一惊 之后在4月4号 曾银鼓在自己的频道里 邀请了唱那首MV的歌手Carrie 以及一起拍摄MV的安杰尔 三个人在影片里聊到了火爆的MV 最终三人达成一致 两个人决定再次参演Carrie新歌的MV拍摄 于是8000万观看次数的反转MV 迎接了他的后续故事 一开始镜头对准了有裂痕的手表 曾银鼓看似来到了某人的葬礼上 他急焦地看着手表点了个页 似乎在等待着某人 这时安杰尔出现了 两人相认后交换了号码 他们聊了很多 曾银鼓注意到安杰尔没有带婚戒 安杰尔也抬起手 示意自己已经离婚 两人喝酒庆祝重聚 安杰尔不胜酒力躺在沙发上 曾银鼓深情地看着他刚想吻下去 又连忙清醒过来 可能还是不想打破这层关系 他把自己的手表戴在安杰尔手上后 好像做了一个决定 坚定地看着安杰尔 在隧道里曾银鼓请求抱一下安杰尔 但他并没有表白 只是紧紧地抱住他 表情坚决握紧了双全 似乎要把所有未说出口的爱意和歉意 都传达给对方 安杰尔虽然感受到了曾银鼓的情感 但仍然感到困惑 场景回到葬里 安杰尔摆动着曾银鼓给他的手表 脸上满是空虚 抬头望向了曾银鼓的遗照 他回忆起隧道里的事件 开始怀疑这一切 愤怒地盯着曾银鼓的遗照 时间回到开始 安杰尔站在自动贩卖机前买了一瓶饮料 待坐在场椅上 他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背影 但他没有叫住他 他看了看手表 下定决心般看向前方 难道曾银鼓把手表给安杰尔 是想牺牲自己救下他吗 今年年末颁奖典礼的情侣奖 会不会是他们两人呢 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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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把你的太神 优优独特别的发生 uche就结束了 正在这三个字幕 需要 架 在这一位 《分散不得也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